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听朋友讲 在特克斯县的职业技术学院附近 这边有一家很不错的特色餐厅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看这边店 感觉环境都挺好的 都特别有那种民族特色的感觉 小的时候有一次和我爸和我爷爷 一块去吃薄薄包子 他们跟我讲就是必须 吃薄薄包子的时候 必须往上面撒点胡椒粉 不撒胡椒粉就差点意思 我也很久都没有吃过这种 薄薄包子这种东西了 看一下都会尝一下 看是不是童年的味道 谢谢 哇他们这边烤肉 已经上上来了 把它感受一下 这应该是烤肠色 它外面裹的这个黄色 这应该是鸡蛋和那个面粉 进行腌制裹的 然后外面裹的一层 把它感受一下 它那个口感就是那个 因为它上面裹的一层那个 面粉还是淀粉 我具体不太清楚 等会我看能问一下老板 它这个是主要是 那个淀粉的那个沙沙 那种口感比较多 哦好谢谢谢谢 好 这边这个抓饭也到了 可以看一下上面 满满的全部一层都是肉 赵泽民很明天能夹上那个 胡萝卜的这个甜 我知道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是 不喜欢吃胡萝卜嘛 其实胡萝卜它那个 它有非常丰富的那个维塔胡萝卜素 我吃点胡萝卜其实对顺利挺好的 这剥皮包子呢 谢谢谢谢 吃一下剥皮包子 它这剥皮包子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汁水 那还有那个老板送的这个小菜 我得赶快抓紧吃了 这种你其实就是 刚做出来赶快吃 就是特别热的时候 吃上去特别好吃 放凉就不是特别好吃了 那今天我们一共吃了有一份抓饭 还有两个烤肠子 两个烤肉 还有两个烤肝子 然后我们今天还打包了一些薄皮包子 给同事带过去一块吃 今天一共花费是71块钱 其实总的来讲 像这么低的价格能吃到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超值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大家有空 可以来这边就是来品尝一下这边的美食